接下來我要介紹一個ITB是iTunes U iTunes U主要是為大學生所設置的開放課程 而U的East就是U University 那我們先從首頁來看 首頁可以點選 首頁可以點選更多項目來查到更多的主題 而除了一組題來做為區域的外方 還有分成大專院校、校園之外以及中小學 其中以大專院校來做為念書 以第一個作文的意思 每個大學還有其他的類別還有他的推薦課程 這也是可以做為抽屜的 在首頁還有E 語言作為區別還有給高中生主做的課程 那還有一個可以尋找課程的方式是排行榜 排行榜除了所有類別外也可以尋找個別的項目 接下來是聽課的部分 當你覺得這個課程不錯時 你可以點選按訂閱 取得課程 這樣他就出現在你的資料夾裡面 當你要聽課程 只要按點選教材這個部分 就可以進您聽課 其中教材又有分成文件、影片等其他東西 如果你覺得在觀看影片中有一個片段 你值得收藏 你就可以在右上角發現這一個圖示 然後並且做標記 這樣下設之後 你就可以在筆記欄中查看這一個片段 並且在做再次的複習 我對iPhone的介紹方式提出 謝謝